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員工周會禮拜開始 請坐頁 詞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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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圣经诗篇103篇19-22节 以及一诗帖4章10-17节 圣经这样记载 诗篇103-19-22节 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 他的钱柄同款旺游 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 有大能的天使要称颂耶和华 你们做他的租金 做他的补义 行他所许业的都要称颂耶和华 你们一切被他造的 在他所治理的各处 都要称颂耶和华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一诗帖10章-17节 一诗帖就吩咐哈塔哥去 见莫迪改说 王的一切成仆和各神的人 人民都知道 有一个定略 若不蒙昭闪入内院建王的 无论男女必备致时 除非王向他伸出金帐 不得存活 现在我没有蒙昭进去建王 已经30日了 仍旧把以斯帖这话告诉莫迪改 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 你莫想在王宫里 强过一切犹太人 得眠这祸 此时你若闭口不言 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 蒙拯救 你和你父家已至灭亡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 不是为现金的机会吗 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 你当去召祭苏山城所有的犹太人 为我进食三昼三夜 不吃不喝 我和我的宫尼也要这样进食 然后我为烈进去建王 我若死就死吧 以示莫迪改造伊斯帖 一切所吩咐的弃行 以上赞美 一首欢喜快乐之歌 我们请张继师班来为我们赞美 一首欢喜快乐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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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師祖所頂著的靈異 掌管的心靈 叫我去 叫我去 出大聲 都唱我去 帶著快樂 唯唯我出大聲 唯唯我出大聲 叫我去 叫我去 出大聲 叫我去 叫我去 出大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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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師祖所頂著的音 我這個志願的 花旗敗郎 今今就是歐老爺爺爺 咱們放棄大聲唱歌 我盡大放棄的聲 就放棄大聲 都放棄的聲 就來應是歐老爺爺爺爺爺 就放棄大聲 都來應是歐老爺爺爺爺爺 就是歐老爺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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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 各位墓长 所有的同仁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很高兴受邀来到这里 分享上帝的信息 今天的经文有提到 护理这个上帝 他同管万有 他坐在宝座上 他坐在宝座上 我们知道宝座的位置 是何等的荣耀 而且何等的有权柄 是受到千万人的尊崇的 在民国85年的时候 家家户户都在看着五灯讲 五渡五关 然后呢 讲五万 很棒 这个家家户户都在期待着 张慧妹 是不是能够涌夺五渡五关 所以呢 大家非常的疯狂 但是他很敬畏神 虽然民国85年是几年前 哇 二十几年了 所以呢 我们看到 他因着敬畏神 到现在 他的演唱会 要怎样 要买到票 还非常非常的 不简单 不简单 我们看到 这个宝座的荣耀是何等的大 受到千万人的呼喊 我们看到他是一个爱主的弟兄姐妹 当时非常 教会界非常非常的激动 因为我们知道 他是悲难主的弟兄姐妹 齐力为他祷告 盼望他就是 能够得到那最高的荣耀 他因着他的生命 也影响了千千万万的台湾人民 甚至扬民到国外 所以我们看到 一个敬畏 敬畏神的人 神是如此的重要他 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 是在宝座上 他在宝座上 他坐在宝座上 他同管万有 所以呢 我们的心灵啊 我们都要颂赞他 那个颂赞是因为怎样 你从心里面 有一个敬畏的心 发出来的一个赞美 你会从心中发出说 我的父啊 你是如此如此的爱我 你在我的生活当中 为我解决了所有的事情 是一个很深层的一个赞美 我们看到这个以斯帖 以斯帖所处的时代 是一个贝鲁 以色列民族贝鲁的时代 那他们没有国家吗 贝鲁就是没有国家 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非常敬畏神的莫迪改 他是以斯帖的养父 他从小就来装备以斯帖 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皇后 能够坐在皇后的这个宝座上 为的是什么 有一天他知道 他可以救他的民族 所以他从小就一直在栽培着这个以斯帖 那当时以斯帖也因着神的护礼 上帝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一位上帝 我们所敬拜的神 你如果敬畏他 他就在前面为你开道路 他就真的坐上了那个宝座 那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宰相 叫做哈曼 是上那个他的国王 波斯王非常非常爱护他的一个宰相 他也命令 国王也命令 所有的官员都要跟哈曼来跪拜 但是呢 独独莫迪改不跪拜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一个很敬情 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 他觉得跪拜只有对我的神来跪拜 所以呢 这个哈曼心里非常非常的坏 他就想 好 你莫迪改 怎么不尊敬我 不可连王下的命令 你都敢不遵守 所以呢 我不是只有要杀死你 我还要杀你整个民族 所以呢 他第一个想的法子 是怎么样来灭绝所有的犹太人 第二个 他还想 好 我就把你们族群里面的钱全部 纳进来到国库里面去 34万公斤 34万公斤的银子 这对以色列的民族来说 是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灾害 他们心想大祸临头了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所有的犹太人就非常的悲痛哀伤 他们进食 他们哭泣 他们哀嚎 当时表示最大最大的悲伤 是穿上麻衣 用灰啊 用木材所烧的那个灰呢 撒在身上 来表达他急生急生的哀痛 这时候 莫迪改 莫迪改 跟以色列说 难道你不知道吗 你被安排 当为皇后 也正式为这个时刻 也正式为这个时刻 为什么 因为一个国王 他有下令 这个王里面的规定是 如果没有王的选招 王后所有的妃子 是不能去见王的 莫迪改知道 以色列深深的知道 我如果照着莫迪改的话 去见国王 去求情的话 他的性命肯定不保 因为他违反规定 一个王后 如何能违反规定 所以呢 这个以色帖 以色帖 他非常非常敬畏神 他知道莫迪改 这样子跟他讲话 说出了这一句话 他深深的知道 一定有上帝的用意 今天我如果害怕 我就不去见王 莫迪改说 或许神会兴起别人 来救我的主人 这一句话他听进去了 所以他跟莫迪改讲 他猜他的 猜他的仆人去跟莫迪改讲 叫所有的犹太人 为我进食三天三夜 不吃不喝 为什么 我是代表整个主要去见王的 恳求神的灵命 我相信我所信的神 他已经在天上设立宝座 他是同管万有的神 在这一件的事情上面 神也会同管我们的族群 我相信神会与我同行 就这样 三天三夜进去之后 这位真实的神 他是如此的爱着 犹太人 他非常非常的爱着犹太人 他的爱是如此的高深 如此的宽阔 所以呢 上帝改写了整个剧本 原本哈曼的剧本是怎样 要让所有的灭绝所有的犹太人 是连那个王印 连下招都已经到了全国 但是神亲自来改写剧本 上帝激动王的心 让他施灵敏 来对王后伸出敬仗 应许了王后以诗帖所求的 在当天晚上 上帝也让他无法睡觉 让他的城 讲述那个历史 念历史给他听 就这么刚好 念的那一段刚好是 莫迪改怎么样救他前朝的王 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加赏 非常有趣 就刚好练到 莫迪改为这个国家 所占力的功劳 哇 救王可是一件大事呢 就非常的特别 神就在这个时刻 是哈曼将军想要怎样 想要杀害莫迪改的时刻 却是神高高的升起了莫迪改 让他充满荣耀 穿着王服 在街上喊着 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都要遵从他 他为这个国家 有了这么大的功劳 第三个 哈曼原本的剧本是怎样 他要设立一个高高的 高高的柱子 然后呢 有两百公分 为了要干嘛 吊 吊死莫迪改 殊不知 他这一个木架 是为自己所预备 后来王把他吊死在这个木架上 再来 很有趣的 王的命令出去 可不可以收回 没有办法收回 那怎么办 重新再下一个照 重新再行一个公文 这个公文是告诉所有的犹太人 你们可以怎样 组织起来自卫队 哪有王在怎么样 把自己的军 自己的军兵 然后 这样子在国内打起了战争的 我们就看到 非常有趣的 在整个历史事件中 神怎么样在护理着 神怎么样在护理着 怎么样来帮助这个犹太人 这我们所信的神 祂是一个非常愿意给我们的神 你求就会得着 我们看到一个弱女子 在一个 那样的一个环境跟背景下 历史的背景下 女人是没有地位的 但是她却不轻看自己 不轻看自己 她敬畏上帝 她知道她的能力没有办法 但是她深深的知道 她所相信的那位神 是能够同管万有的神 所以整个事件之后 她非常非常的赞美神 是从心里面所放出来的颂赞 是充满感恩的颂赞 我们看到非常有趣 神怎么样给一个敬畏的人 智慧 当王 问莫迪改说 问以斯帖说 你想要求什么 皇后啊皇后啊 你要求什么我都给你 即使是国的一半 我也愿意给你 哇 这个莫迪改他深深知道 他要求的是什么 他不会为这些话语 来所迷惑住 为这些看得见的钱财 所迷惑住 他也深深知道 他不能一开口 就是求王 来救他的国家 因为王的命令已经出去了 所以他就设宴 他说 王啊 你如果蒙你的允许 就带着那个宰相 哈曼 到我的王宫里面 我为你们摆设宴席 一方面 让哈曼觉得 他是无比的尊荣 连皇后都这么看重我 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 一个男性 一个男人 他是怎么样 他是怎么样 爱护他的女人 我相信所有做丈夫的 都会跟王一样 你会爱着你的妻子 说你想要什么 我都愿意给你 想要什么 我都愿意给你 我看过好多弟兄 他们都把他们的薪水 就直接交给老婆 我们所知道的柯文哲 一时他就是这样 非常有趣 为了打拼一切 就是来建立他的家庭 只要妻子想要什么 都尽量的来满足他 我们所信的神也是如此 天父爸爸 也是尽量的来满足我们 所求所想的 所以主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说 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向父求 求什么 他一定会赐给我们 你们求就必求到 好让你们的喜乐 可以满意 以斯帖这样求 他求到了 整个犹太民族这样求 他们求到了 他们的喜乐 充满在犹太民族里面 他们每一年都得送赞着这样 上帝拯救他们的 这些历史事迹 所以当我们在遇到医疗上 有什么样棘手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跟我们的团队 是不是也曾经向天父祈求 是不是也曾经向天父祈求 我想我们最大的典范 就是我们张基的创办人 兰大卫医师 他成为我们最棒的典范 而且一个最美的一个事迹 流传到今天几百年来 还是在诉说着这样的故事 因为他遇到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他自己在医疗上无法解决 这么一大片的伤口 他如何去护理他 他如何去医治他 能力有限 他只能求的就是他所信的神 他祈求上帝 他跟他的夫人一起祷告 神就让他开启了心愿 也创建了台湾史上第一件的移植手术 虽然因为一体移植受到排斥 但是周金耀牧师 他的伤口是一样权益 性命也得以保住 这是如何 这是何等的送赞 所以张基在当时的人民里面 甚至到现在 人家都说他是基督教 基督教 就是指向我们张基 是有神的一个医院 我的祖太 我的祖先也是蓝医师 他所医治 非常神奇 他就是到哪里 这个南门马祖宫 要去求医 要去拜拜 要去求医治 那时候他已经全身发烧 再不处理他的伤口 就是死亡一条路 总是因着蓝医师 他的病也得医治 这是医师所做的工 以及所有护理人员及医疗团队 所做的工 是与神同行的工 再过十几天就是护士节 因为我本身也是护士 在我还没有成为护理人员之前 我就读了那一本书 叫《南丁格尔》 这一本书 影响我的生命非常的大 我看到他是如此的有智慧 他是一个很优渥的家庭长大 而且是一个很上层 上层阶级里面的 受的教育是如此的好 生活是如此的富裕 但是当在克里米亚战争的时候 他却愿意顺从神对他的呼召 他那个呼召是怎样 是对这些贫穷人 对这些很危险的人 对这些弱势的人 他特别特别的有一种感动 一定要去帮助他们 这真的是来自上帝的呼召 他可以在高层的社会阶级里面行走 走动 一样可以留下他的名 但是他选择 但是他选择随时有生命危险的战场 所以在那里 他不是一去就受到人家欢迎 当时1850年代 是对女性也非常非常的不尊重 也没有看重护理这一个角色 所以呢他在那里 也是受到医师的排挤 但是他就跪在地上祷告 那个地上是充满跳蚤的地上 如果没有神的爱 没有神的力量 他如何会去做这样的一个选择 跟行动 所以他穿越了困境 因为他知道他这一次去到战场上 是上帝与他同行 是上帝与他同在 他只是一个听从上帝声音的那一个人 他听从上帝的命令的那一个人 负责的人是上帝 他里头有一句话深深的影响着我 每一个人都是极其的尊贵 都应该享有被照顾的权利 即使是那贫穷人 即使是那战争里面 其实他影响非常的大 为什么 大家都以为战争 当时大家都以为战争 是因为死在战场上 但是他的研究 却让政府降服了 为什么 是因为护理不全 没有照顾周全 伤口感染 这样来死亡的 所以呢 整个社会 整个全世界就开始 开始 看中了所有护理人员 他也为 所有的女性 开设了一个护理学校 谦卑敬 敬畏敬畏神的人 神都与他同行 我相信我们不管在张机 哪一个角色 哪一个职务 都代表着我们张机 都盼望我们都是用尊贵的 那种态度来照顾 每一个我们所遇到的病人 我当时在 在护理学校毕业之后 我就在小儿科 那小儿科病房非常非常的忙碌 但是我愿意看他们为重 我以人为中心 所有的护理人员 或许就是把行政工作 赶快病例赶快记录 但是我愿意花更多的时间 陪伴病人 还有他们的家长 我愿意把这个时间 是先给家长 先给病人 到了这些行政工作 是在我下班以后 我自己愿意加班 来完成这些工作 所以病人都会说 余小姐啊余小姐 你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 别人好像晚良面孔 但是呢 你对我们是如此的亲切 我们只要跟你询问什么 你都耐心的 回答我们 我看你 好像跟别人的宗教不一样 你一定是信基督教 我说 哎呀你真是 跟耶稣很有缘分 从我的生命里面 他看得到 主耶稣基督 他看得到我们不一样 因为我用着敬畏的心 在服侍每一个病人 就好像服侍耶稣基督一样 在小儿科最难的就是什么 打针 打针 有许许多多的针 因为血管非常的细微 你没有办法打中 所以呢 这是最棘手的一个问题 但是神特别的灵敏我 因为我每次在打针之前 我就是用祷告的心 我的内心一定呼喊主来帮助我 所以呢 我在当时有一个外号叫余一针 那是神的灵敏 我的归荣耀给神 一针就能够见血 有一次 有一个患者住了很久 实在是没有办法 好 我也在那个治疗室里面 邀请所有的工作人员 为我祷告 然后两针就进去 这是非常神奇的事 我们都是神手做的工 都是上帝的能力 借着我们的手 去传扬 去颂赞祂的慈爱 所以我们真的是邀请我们 为主来梦想 不要把每一天的routine 把每一天的工作 好像就是这样啊 我来上班到结束 就是这么简单 做这些工作 如果我们以病人为中心 你会思考到 他的身心灵的需要 你会为他 你在服侍他的时候 你在为他量体温 或者是在扫这个地的时候 你就可以为这一个病房 来祝福祈祷 为每一个患者 来祝福祈祷 祝福他们身心灵 都能够平安健壮 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神 祂的爱 祂非常希望每一个人 都知晓祂的爱 都知晓祂的能力 祂愿意赐福我们 都得到真正的平安跟喜乐 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爱我们的父神 我们感谢祢的恩典 因为我们深深知道 祢创造宇宙万物 祢让我们享受在其中 祢也护理宇宙万物 也管理这宇宙万物 让我们的生活 不乱的次序 祢我们谢谢祢 我们当其来歌颂赞美祢 万国万军万民 天君天使 也都要来颂赞祢 称祢为王 称祢为主 感谢祢 护理我们全世界 每一个角落 我们也为每一个人 跟每一件事 来祷告 愿我们所发生的 每一件事上 主 祢都赐下 祢的圣洁 祢的智慧 祢的全能 在我们当中 也恿求你来保护 你所建立的彰化基督教医院 更在院长 陈木宽 长老以及所有员工的努力下 让彰化地区 这个百姓 看见上帝的护理 看见祢的荣耀 我们也要将一切的荣耀 都归于祢 将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烟雾报告 阿们 感谢观看